你以为他跟你一样薄情寡义啊 骗人的男人可恶 出轨的男人可恨 骗人出轨之后还突然告诉大家 我知道什么是爱情了 真是不要脸的人渣 在外面凭事业 我在家给你照顾父母 我照顾奶奶 你为什么瞒你 是因为你这头要个保姆 这头又要一个亲人 他们就已经开始排斥我 我成了所有人 那你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 我凭什么不能站在这里 是他要求我来站在这里的 过日子就应该平平淡淡嘛 你们俩能好多久啊 只有我能给你过日子 这个被嘉宾老实说 不要脸的男人叫小超 看似很平凡的一个男人 却有两个女人愿意站在舞台上抢单 小超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能够游离与两个女人之间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保姆和情人我都想要 小超刚走上舞台 就说出让全场震惊的话 我现在有 有两个女朋友 一个是老家的 一个是我来了北京之后 认识的 小超是农村的孩子 家里父母一早就为他寻找好 将来的伴侣小宴 并且两人还在老家办了酒席 在村里所有人的眼光里 他们就已经是夫妻了 只是没有领结婚证 小超来到北京后 又认识了一个女孩叫媛媛 两人一起打拼 共同盘了一家烟酒店 父母知道 小超在北京还有一个女人后 非常的生气 扬言要和他断绝关系 面对两个女人 父母的行为 小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媛媛一上舞台 就说起两人的相识 当初小超一个人来到北京 人生地不熟的 来到保险公司上班 认识了同事媛媛 小超给她的感觉 为了腼腆 诚恳 比较踏实的那种男人 我一直觉得她这个人 是挺靠谱的一个人 没有那种其他男生的油腔滑掉 面向老实的小超 让媛媛对她很有好感 后来因为业绩不好做 小超想自己做点小生意 虽然媛媛很想 她能够继续留在保险公司 可为了遵从小超的意见 媛媛就与她一起盘了一家烟酒店 因为小超是外地人 所有很多的关系 都是媛媛在忙 第一是帮她找 第二我也有投资 她当时拿了五万 我一共拿了八万 说起投资烟酒店的五万块钱 小超也很坦诚 是从老家带出来订婚的彩礼前 当时因为年龄的问题 父母催促见面和订婚都比较着急 就火急火燎的 把朋友的妹妹小燕介绍给了小超 见面后 家里人都很喜欢这个小燕 很快就订婚了 在老家将来结婚和盖房都需要钱 所以小超就与小燕商量 想出门闯一闯 出门闯荡就要有本钱 小燕二话没说 把彩礼钱又还给了小超 等于说人家把三万彩礼钱 和自己存的两万全都给了小超 这是多好的一个姑娘 可谁能想到 来到北京大城市以后 小超又找了一个女人呢 那圆圆知道 小超在老家订亲的是吗 圆圆也感觉很委屈 当初是她主动向小超表白的 到以后得排烟酒店 可小超从来没说过定过亲的事 如果你当初早点说 我们不会有今天 不管说什么都为时已晚 事情已经发生了 圆圆的感情也已经复出了 她现在只想听小超的想法 到底选择谁 或者想要怎么样 圆圆都愿意陪她一起面对 我觉得我被骗了 我特恶心 像吃了一个大苍蝇一样 特恶心 表面看着老实芭蕉的小超 总是半不靠谱的是 从她话里话外的意思 可以听出 小超对老家的小燕 有点父母之命的意思 当赵川问她 与小燕是否谈过恋爱的时候 小超故作幼儿言 她根本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你告诉我 你跟那个女孩谈过恋爱 我们以前的都不叫谈恋爱 为了在圆圆面前 与小燕撇清关系 小超甚至说出 小燕是她好兄弟的妹妹 经常在一起见面 小燕也经常给两个男生洗衣服 小超从心底只是觉得她挺贤惠的 并没有谈过恋爱 订婚两年的时间 小超把所有的钱都带走了 小燕在老家不仅要照顾自己 还要时不时的去小超家 照顾她的父母和奶奶 小燕非常地有礼貌 一点都没有农村姑娘的土气 她告诉赵川 两年前刚订婚的时候 小超家里没有什么钱 可以说把所有的钱凑够三万 全部都给她当彩礼了 小燕又把钱全部给了小超 让她出门打拼 我就想让她在外面挣到钱之后 回来再好好照顾我 当初小超准备去北京的时候 本来小燕是打算跟她一起去的 可是小超的父母和奶奶 身体一直都不是很好 需要人在身边照顾 小超出门了 只能而媳妇小燕留下计较 当初她跟我承诺 如果要是她在北京混好了 她又会跟我接过来一起生活 面对小燕马上就要说出自己当初的承诺 小超马上说话掩盖住小燕的声音 嘴里虽然一直在说对不起 当初是她的错 可全场所有的观众都已经看出她是有意而为之 只是不想小燕再说下去 我是对不起小燕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现在心里都 其实有 但是你当初不是这么说的 现实版的陈世美 人家在老家帮她进行 她跑到北京又找一个媳妇 还当着小燕的面说 她现在心里只有圆圆 嘴里不断的念叨 刚来北京时 圆圆帮了她那么多 这明显就是各有所图 农村孩子刚来到大城市时 在保险公司上班 谁也不认识 就连电话都不知道怎么打 圆圆帮了小超很多 一步一步的教她如何出单 圆圆当初并没有逼迫小超 也没有强迫她与自己在一起 如果当初小超诚实的告诉圆圆 在老家已经有了未婚妻 事情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还没有正式结婚和领证 小燕就贤惠地承担家里所有的事 照顾小超的父母和奶奶 帮她尽小心 前段时间奶奶生病了 她都没敢告诉小超 就怕耽误她的工作 一个小姑娘自己默默地承受着 为了圆小超的做小生意梦 圆圆把父亲养老的六万块钱 都给借了出来 还向父亲说起 在北京与小超的恋情 两人会一起创业 看着女儿如此的坚决 老父亲才把养老钱给了她 为了能尽快地把烟酒店盘过来 圆圆忙前忙后 付出这么多的圆圆 刚想尝试爱情事业双丰收 小超却突然冒出来一个未婚妻 面对圆圆如此的伤心 小超一直在吞吞吐吐地说 她没有欺骗 心里一直都装着圆圆 看似老实芭蕉 办得是说的话 却是如此的绝情 如果跟小燕订婚真的没有爱情 又为什么不早告诉人家 一边让小燕死心塌地地 帮她照顾老家的父母 一边在北京与圆圆爱情甜蜜 量不当务 但她从来没有为小燕考虑过 在老家老一辈人的眼里 定了婚白了酒席 就算已经结了婚 而且他们已经有夫妻之事 差不多就没领证 就是其他的你们都履行了 除了没有领结婚证之外 对 小超刚去北京的时候 几乎天天都给家里打电话 就算工作忙 不打电话 也会给小燕发一些短信 问问家里的情况 父母的身体状况 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小超的电话越来越少 慢慢的小燕才知道圆圆的事 现在的想法 我就想让她跟我回家 因为她不跟我回家 我都不知道 我都没脸回去呢 因为我现在名义上 就是她的妻子 我回去的话 如果我自己回去 我不知道我以后该怎么生活 谁还敢娶我 小燕觉得最好的结局 就是小超跟她回家好好过日子 家里父母和奶奶都等着她回去 如果小超现在选择小燕 投资烟酒店的五万块钱 就有可能拿不回来 小燕再三表示 她是只要人 钱不钱都无所谓 圆圆已经表明了她的态度 当初她一心一意地对小超 可对方却选择隐瞒 到了现在又是在两个女人之间摇摆不定 只要小超选择小燕 她一毛钱都别想从圆圆那里拿走 这个做法表面看很绝情 可她也是受害者 总不能人踩两空吧 圆圆不会是在大城市打拼过的时尚女性 关键时刻必须计算得失 而小燕就没那么多的心眼了 我之前让你跟我回去 这次我都不在乎 傻姑娘以为 什么都不要了 就能换回小超的心 复兴人一点都没看到小燕的付出 到现在还在说 她心里一直爱的是圆圆 面对这样的男人 圆圆是否还要坚持与她继续下去呢 小超看圆圆有些动摇 就开始回忆过去 两人在一起多开心 我在家照顾你的爸妈照顾奶奶 跟她在一起你很开心 但是你不觉得过日子就应该平平淡淡吗 你们俩能好多久啊 只有我能给你过日子 小燕太傻了 把话都说到这地步了 小超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始终都盯着对面的圆圆 小超嘴里一直在说 圆圆给她的感觉和小燕是不同的 说来说去 她就是不说如何对小燕交代 如果这么的爱圆圆 当初为什么不早告诉小燕 让人家傻乎乎的在老家孝敬她父母 小燕活得太没有尊严了 人家都爱上别人了 从来没为她考虑过以后 她竟然还在这里说 可以理解小超 可以包容她的过错 搞得全场观众都很气愤 小超除了说对不起 我错了 她好像也不会说什么了 我错了 我知道 他们两个我都对不起 因为我不应该把这事瞒下来 圆圆听着小超的话特别的生气 她帮助小超多少 在公司帮她出业绩 开烟酒店 帮她跑关系忙前忙后 甚至还向家里父母借了钱 为了多跑点客户 每天穿着高跟鞋 一走就是一天 那不是你愿意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 我今天成了他们所有口容的小三 我是吗 当初小超承诺圆圆 烟酒店开张后 要带她回老家见父母 结婚生子幸福的生活 可是这还没去见父母 就出了这样的事 小超的父母还没见圆圆 就开始讨厌她了 对这个北京的女孩有了敌意 在整个事情中 小燕和圆圆都是受害者 小超其实利用了他们两个 利用小燕在老家照顾父母 利用圆圆在北京打拼 看不清事实真相的两个女人 竟然还在为一个负心汉抢夺 小超看似很老实 其实她很聪明 到了目前的地步 她只能牢牢地抱住圆圆这棵大树 不然她会人才两空 小燕只是一个乡下丫头 对她来说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 所以她果断地抛弃 赵川对这小伙子已经无语了 作为主持他又不能在舞台上骂人 所以他直接交给了嘉宾们 两个女人站在这为女儿吵架 谁都获得不了心 谁都不快乐 其实他们俩都没错 这俩姑娘挺可怜的 两个人都很无辜 一心对她好 谁都不想碰到一个混蛋 但是又爱上了 那怎么办 马丁老师特别讨厌这种局面 也非常不愿意评价这种事情 在她看来两个女人吵和争都没有意义 自己都没有犯错 却为了一个犯错的人去争 当马丁老师问小超下面该怎么办的时候 这个傅心汉却还在支支吾吾 你不能这么拖着吧 两头号 我的想法就是跟圆圆去后 以后继续在北京生活 一边想在北京与圆圆一起生活 一边又担心老家的父母 因为他们已经发话 如果小超不与小燕回家 就直接与她断绝关系 所以小超非常牵挂老家的父母 她现在担心的第一 如何与小燕成功的分手 与圆圆在一起 第二 老家的父母能不能原谅她 再回到村里 还能不能抬起头做人 除了这两个问题 小超根本没有考虑过小燕的何取何从 这样的男人就算小燕什么都不要 只要她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骗人的男人可恶 出轨的男人可恨 骗人出轨之后还突然告诉大家 我知道什么是爱情了 真是不要脸的人渣 曲维老师一针见血啊 全场观众都把掌声送给了她 在小超的眼里 根本没有爱情 只有利益 两个女人 谁能给她带来最大的利益 她就会选择谁 目前看圆圆带来的更多一点 所以小超根本就不考虑小燕 希望小燕能够好好考虑一下 这样的一个男人是否还值得 她默默地等待 默默地付出 她会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你 让你去北京创业 然后还在家里照顾你的父母 她如果是个薄情寡义的人 万万不会这么做 两头都瞒着 这需要多么狠心 徒雷老师还是把小超想得太好了 她何尝有心呢 如果她有心 就不会放着如此贤惠的小燕 不管不问 却追求自己所谓的真爱 如果她有心 就不会瞒着圆圆她还有未婚姬 好吧 我们就除去责任情不说 我们就说人应该真实地寻求自己所爱 我现在心里喜欢圆圆 我就应该跟圆圆在一起 那我想问 当你遇上一段所谓的真爱的时候 到底哪个才是真爱 从我的眼中看来 圆圆在乎于你 和钱之间她更在乎于钱 而那个女孩 那个小燕 在乎于你 大货于钱 小燕 是你的未来 想象一下 如果在将来的生活过程当中 同样有另外一个女人 能够给予她的钱 那圆圆 你是什么 你就是小燕 女人又何苦为难女人 不管是小燕还是圆圆 其实她们都没有错 她们真的应该听从徒雷老师的话 好好地想一想 这样的男人 是不是还值得他们所爱 小燕 那么义无反顾的 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这个男人 如果说 今天她分手 你不要后悔 这么多年照顾她的父母 你也不要后悔 曾经在这个男人身上 放过真心 你曾经真挚的热爱 也尊重过两位老人 这是你的品德 如果你尊重着你这种品德和做人的原则 我相信一定会有真正爱你的男人出现 现在这个社会 像小燕这样的好女人 已经不多了 相信她的身边 以后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男人出现 而对圆圆来说 一个女人能在北京打下一片天地 一定是有阅历的 所以小超这样的男人 她更应该看清 目前大家都不担心圆圆 反而更担心小燕 怕她还是执着地想不开 这种男人你还要 我们先告诉 不要了 不要了 全场观众都把掌声送给了这个农村来的女孩 小燕的选择是对的 但给小超的五万块钱 还是要让她还的 小超在舞台上也答应愿意写下欠条 除了这些 这两年小燕对她父母的照料和关怀 又该如何算清呢 如果说要是钱能解的事 我不跟你提钱 我觉得提钱特恶心 我照顾爸妈 我愿意了 我自认了 好女孩的言语 直接让土雷老师喊起了好 徐伟老师也答应 一定帮小燕找一个更好的男人 在这所有嘉宾老师给的祝福与关心 小燕自信的走下了舞台 包在我身上 你是一个好姑娘 不是你给人找一个好男人 必须的 别哭 应该笑 笑个找你的幸福 目前舞台上就只剩下小超与元月 这对全场都不愿意祝福的一对男女 小燕走了 不知道元月是否还会接受这个福星汉 咱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 你记得你那次过生日 然后我买了一束花 然后我又写了一遍情绪 写了三十遍 我因为好久也没写东西了 我真的从来都没对其他的女孩这样过 因为我知道我真心的喜欢你 所以说我想和你继续生活 我和你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最明白了 我一点都不明白 我觉得以前我是最聪明的人 因为我见惯了这些油嘴滑舌的人 我在这个大城市里也拼搏了很久 我就是喜欢你的傻 我就觉得你傻 你实在我能玩得过你 没想到我最傻 自认为聪明的人 是天底下最傻的 对我是很现实 我就是经历了太多你们这种人 我不现实行吗 你的钱我会还给你的 你放心吧 再见 来请亮灯 傅欣汉就该受到这样的惩罚 大家都把掌声送给了圆圆 欢迎关注小波罗 我们下期再会 不介织 place 我们下期视频 咱们下期视频